台湾面临快速人口老化 照顾服务员的需求也恐将增加 但现阶段训练出来的照服员 因为跟食物间严重怒差 也造成了只有少数会继续流震 而市府归身局跟美国在台协会合作 推动了种子失资的培训计划 期盼将业界丰富的食物经验 可以有效传承 为因应人口老化的问题来做足准备 台湾面临快速人口老化 照顾服务员的培育成为首要工作 根据统计 目前台湾已培训出10万名照服员 但只有两成继续流任 主要因为教育训练不足 造成学习与食物落差 对此台中市政府与美国在台协会合作 推动种子失资培训计划 期盼有效因应人口老化问题 过去我们可能都是 只要是老师就找学校的 那学校老师跟食物界的差异 就是食物界的人很有经验 但是他们可能没有学习怎么教 那食物界的人也非常希望说 他们有机会能够把他们的食物经验 做一个好的一个组织 让这个经验可以做一个好的传承 2014年时候 那因为Fullbright的一个推荐呢 那有机会跟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合作 一起来推广这个所谓的 造福员的种子失资培训训 因为第一期非常的成功 因为他们很有大的动机想要去学如何教育学 所以在很短的时间里面 那他们也真的学得非常成功 那这两期的经验也让他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经验 卫生局表示 种子失资培训学员大多是食物经验丰富的照护人员 去年第一期培训成果相当成功 今年第二期吸引许多来自相关领域人员参加 两期共培训27名学员 希望借由培训将宝贵的食物经验完整传承给更多照福员 照顾服务人员他在照顾像个案或者是居家的一个需要的一些病人身上 我觉得这个可以有更深入而且是很实际的 不会只是在课堂上所听到的或者所讲的这样子而已 从这个TTT的训练过程里面 我可以深深的感受到说 这个互动师的教学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Dr. Rosemary对于学员们的表现非常满意 他说学员们的食物经验丰富 透过培训课程将能成为成功的照福员老师 为市府推动老人照护政策打下正深的基础 未来也能把成功经验复制到更多城市 因应台湾的人口老化问题 记者李云轩台中采访报道